治疗乙肝药物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吴文华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 治疗乙肝的药物 我们现在乙肝说的治疗的药物分几大类 有保肝药物、抗险化药物、免疫调节药物 然后还有我们的抗病毒药物 我在这里重点说一下抗病毒药物 为什么呢 因为抗病毒治疗是我们乙肝治疗的关键性治疗 我们的乙肝的疾病为什么会进展呢 就是因为这个乙肝病毒 所以抗病毒治疗是最关键的治疗 那么抗病毒治疗呢 在乙肝方面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干扰素类抗病毒 再一个是核肝类似物的抗病毒 干扰素呢又分为长效干扰素和短效干扰素 那核肝类似物呢 又分为核肝类似物和核肝酸类似物 对于患者的所处的疾病的阶段不同 我们所采取的方案也是不同的 如果再有更深入具体的类似问题呢 就建议他到我们的感染科的专科门诊来就诊 我们再根据病人的不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